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在警政工作会报中 亲自颁奖给16名机优加坊官 肯定他们在守护妇幼安全上的付出 同时也表扬了阻诈小天使 感谢金融和超商低线人员 协助阻止诈骗案的发生 新北市警察局日前在警政工作会报上 由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表扬16名机优加坊官 肯定他们在额虐家暴案 额童协讯当中积极办案 在妇幼安全上辛苦的付出与守护 而寻找失踪 寻找不在学的 但很不古的恶地把它长回来 让这些有可能变成不但是受恋了 甚至在失踪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给大家玩具的 这些客单都能够我们不愿意查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 在所有园警努力之下 新北市在查询刑方不明儿哨工作上 从109年的11人到110年已经没有案件 日前更有富佑警察对园警远赴屏东救援 而除了富佑保护之外 汇报中还表扬了16名银行及超商阻诈小天使 市长侯友宜表示 非常感谢第一线金融人员的警觉 与警方合作才能够及时阻止诈骗案发生 另外针对跟踪骚扰仿制法 已经立法通过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与在场的警察同仁 共同宣示 展现新北市首富护佑的强大决心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